大家 你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天下出现了如此大难 那么肯定就要治理 于是姚就选择了大义 为什么选择大义呢 因为大义的剑术高超 早些年帝君在人界执政的时候 曾经赏赐过大义一把弓箭 据说这把弓箭有着不同一般的能力 为了处理金屋之灾 大义在摇地的请求下又重新拿起了弓箭 至于为什么大义会同意处决时日和妖兽之祸 在各类记载中都没有说明 所以目前来看 只有可能是大义真的是一位爱民之人 不希望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至此大义传奇的故事开始出现 大义首先来到东方的高山 传说这个位置是距离天界最近的地方 大义就站在山巅之上 向太阳发起了挑战 他瞄准太阳中的三足金屋 拉弓松手 每一箭射出都能听到三足金屋的铲叫 铲叫之后 金色的血液从太阳中流出 就这样 大义连射九箭 最终天空中只遗留下了一只金屋 随后大义前往弱水 准备诛杀变成妖怪的雅鱼 雅鱼本来就生在弱水 但是时日其出之后 由于弱水太过于炎热 所以他就从弱水中跑了出来 跑到了中原 在中原上肆意屠杀生灵 虽然变成怪物的雅鱼十分凶残 但是也没有能逃过大义的一箭 随后大义又来到北方诛杀九鹰 九鹰也是生于天地出风时的凶兽 但是奇怪的是 在皇帝时期他不出现 偏偏到了瑶地时期 就开始围祸人间了 与九鹰的一战 也是大义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一战 但是尽管凶险 最后还是被大义用尖射死了 大义之所以首先斩杀九鹰 是因为他要从九鹰的身体中取出雄黄 以此来对抗修蛇 修蛇也就是八蛇 是上古时期的大蛇 雄黄就是专门针对修蛇的力气 有了雄黄之后 大义直接无视修蛇的毒素 将修蛇斩成了两段 到了斩杀大风之时 大义碰上了一个麻烦 传说大风是孔雀的仙祖 他的翅膀可以遮天蔽日 就在与大风对决的时候 来了一位仙人帮忙 这个仙人叫做乌成子 又被称为乌成 这位仙人也姓乌 上古时期的乌师 其实就是一群修仙者 包括乌贤国的始巫 也包括开明的六巫 之所以后世崇尚巫术 也是因为这群上古的修仙者 不过如今看来 他们已经消失了 在处理完人界的问题之后 大义迎来了西王母的召见 当时天界虽然有天界之主 但是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山 和竹龙所在的布州山 都是不受天界所管辖的 所以大义前去拜见西王母 希望可以从西王母这里得到不死药 之前我们说到过 想要从昆仑山上到瑶池是十分困难的 下游开明受把守 上游上古神兽镇压 但是从乌成子的帮助来看 大义也是一位修仙者 而且与巫族的私交甚好 所以大义借助吴贤国的帮助 上到了天界 拜见了西王母 西王母被称为万妖之祖 他掌管着天下的刑罚 居住于昆仑山的瑶池之上 西王母是上古时期第一批 先天而生的神 他镇守瑶池的目的 就是因为瑶池有着长生不老药 大义来到瑶池之后 西王母虽然知道天界的勾当 天界为了扶持和管控人家的帝王 所以推翻了帝制的统治 因为他的弟弟帝瑶更听天界的话 所以就把王位给了帝瑶 但是帝瑶并不得迷心 所以就有了十日其出 妖怪横行的时代 所谓的妖魔 也就是为了帮助帝瑶树立威严的手段 西王母对此事心知肚明 所以为了打破这个圈套 西王母第一次送出了长生不老药 这颗长生不老药送给的人就是大义 如果大义赶赴天界获得了神位 那么整个计划就天向大白了 但是天界又不能直接从西王母手中 抢夺长生不老药 所以只能另想他法 这个方法就是偷盗 实行这个方法的人 就是帝郡的女儿嫦娥 实际上嫦娥在神话故事中 一共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认为嫦娥就是西河 也就是帝郡的妻子 被称为月亮女神 也有人说嫦娥是帝郡和西河的女儿 既成西河变成了月亮女神 但是不管怎么说 嫦娥和天地地居一定是有关系的 所谓的石之金屋和嫦娥的关系也匪浅 嫦娥下凡来到人间 按照计划与大义相按 大义原本以为嫦娥只是普通的女神 受到了天界的惩罚 所以被降于人间 但是有一天 大义外出的手 嫦娥趁她不在偷走了她的长生不老药 自己一个人偷偷的飞走了 只可惜大义 自己心心念念的心上人 原来是基于自己用命还来的长生不老药 或许嫦娥与大义真的含有感情 或许嫦娥在月亮上 还时常会想起 和这位英雄的往事 但是就算是神的女儿 也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 嫦娥飞走之后 大义本来能够再次寻找长生不老药 因为西王母感觉得出来 天界是十分惧怕大义的 但是没过多久 大义就被自己的弟子庞蒙给杀死了 这个庞蒙大家也注意一下 这个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庞蒙出生的时候 右手是六指 也不与常人一样 他更像是天界早就已经安排好的棋子 大义死后 天下好像皆大欢喜 因为时日和怪物的灾祸被平复 所以帝瑶的声望越来越高 而且在上古时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状态 在史书上被称为四海之内 皆称之为天子 因为大义已死 帝瑶是派遣大义前去平复灾祸的帝王 所以人们渐渐忘记了大义的事迹 那么大义去了哪里了 大义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 所以天界一定要永绝后患 传说在东海这个地方 有一座杜硕山 山上有一棵巨大的桃树 杜硕山下有一扇巨大的门 这也是往来山外的唯一一条路 大义就被困在了这里 天地怕鬼怪出现 为非作歹 所以派神徒和玉驴前去镇守 东海距离西王母所在的大荒溪 真的太远了 大义也被永生永世的禁锢在了这里 但是此举引起了西王母的不满 最终天界将大义封为了宗部之神 让大义镇守鬼门 说起来是仙 其实就是鬼仙 此事之后金屋就老实多了 他每天都乘坐着西河的太阳神车 从东方的扶桑神木出发 一直到西方的渔渊而下 也有人会说 为什么帝君让大义射杀自己的孩子呢 实际上大义真的射杀成功了吗 太阳神车上的金屋 每天都在不停的更换 扶桑神木上的金屋还是有实质 其实一直都没有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financial públic线